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房屋地基建造法 竟然还有如此操作 村里的隔壁左右邻居得知后 众人都连忙跑来劝说 这挖机是不是不想要了 可师傅却根本不以为然 此时他脑海里早已策划出 对这块烂地基的量身打造 没想到成品完工的那一刻 房主却立马竖起了大拇指 由于这块地基的土质比较特殊 师傅们为了帮房主节省开支 于是想到了用竹子来铺垫下面的基层 然后再撒上一些几十公分厚度的盒纱 经过挖机履带在地面的一番均匀压实后 接着师傅们就开始将一些砖头 从头到尾的一块块按着顺序进行摆放 两者之间的距离相隔二十公分左右就可以 将地面全部摆拼完成后 接着就要准备在砖上铺设一层网状的钢筋 为了确保更加牢固 每个十字交叉处都要用扎丝捆绑固定 接着再准备一些钢筋笼 用来整理出地基结构所需的框架 模板全部安装完成后 接着就是搅拌十字混凝土了 还是应有尽有 利用振动泵的原理 将框架内的混凝土均匀布满不留缝隙 看来团队的干活手法分工都很明确 花了不到两天时间 就将这百来瓶的地基全部建造完毕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